大家好,这里是群星会,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路,所有的荣耀背后都夹杂着无人知道的心酸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每一个普通人,也很适合在娱乐圈打拼的明星们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资深艺人杨烈的人生经历 杨烈在1986年以歌手身份夺下金钟奖最佳男歌星演员奖 时隔34年,在2020年凭借《苦力》中的精湛演出 入围金钟最佳男配角奖,可谓老儿迷奸 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杨烈也曾当了一回生命斗士 2005年,杨烈因为连续腹泻两个月 且一度腹部疼到无法站立而就医检查 结果确诊直肠癌第二期 杨烈事后回想,离癌原因 多年来确实作息不正常 吃饭也没有定时定量 加上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身体渐渐出现异状 先是痔疮就医,后来开始血便,腹痛 但她一直都没有做身体检查 有一次更是严重到出血 妻子也疑惑,为何她每次去厕所都待这么久 直到杨烈持续腹泻,暴瘦30斤时才警觉不对 就医做大肠内视镜,才发现肿瘤已长达8公分 当时除了震惊,杨烈也感到害怕 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当医师宣布是直肠癌第二期时 杨烈感到一阵晴天霹雳 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家人的生活该怎么办 虽然感到惊慌害怕 杨烈认命地听从医师的判断 先是切除肠内肿瘤 接着因为发现肠沾黏现象 又乖乖再开一次刀 连番手术让杨烈领悟到生命的无常 目前杨烈已经稳定地控制了病情 现在每三个月会去检查追踪 杨烈坚信面对癌症绝对不能相信偏方 对于她的圈内好友诸葛亮喝一行都因为使用偏方 不幸被大肠癌带走生命 杨烈非常感慨 她曾透过节目呼吁大家 抗癌过程中要保持心情愉快 勇敢面对 跟医生配合才能获得最好的治疗 抗癌成功之后 2010年杨烈在天母买了近80平的豪宅 落实健康的居家生活 不过眼看天母地标上新帝王 房价也跟着创新高 杨烈也正在观望 等到房价行情攀高 再卖出自己的豪宅 接下来打算和艺人吴淡如一样 在宜兰买地 为自己打造一座开心农场 此外杨烈的婚姻是十分幸福的 她的老婆更是一个外国人 先前她在迷你电视影集 录台湾Express中和日籍演员同台标戏 杨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文 全归功于她的日本老婆 滕唐栗子 而剧中男女主角是远距离恋爱 也让她想起和日本太太相恋相识的过往 据媒体报道 杨烈和滕唐栗子结婚四十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她分享了两人的故事 当年一位岳父常来台湾贸易 老婆也就跟着过来 两人曾见过几次面 直到对方来她助唱的习三厅听歌 才终于牵起姻缘 她甜蜜回忆 当时的自己只会三句日文 谈恋爱都靠匕首画脚 那个年代民风淳朴 约会也没有别的消遣 而杨烈因为是歌手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担心她生活不稳定 岳父岳母反对女儿和她交往 两人就这样抗争一年多 因此两人彼此更加珍惜这段感情 两人谈恋爱后 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 例如等一下吃什么 天气很热哦 哈 她日文不太会讲 还好有些汉字和中文差不多 两人就靠写字沟通 杨烈笑说 这辈子就刚开始约会写的字最多 回家才发现手好酸 两人默默相守走到今天 被问到经营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杨烈分享 只有短短四个字 决心 觉悟 看似简单 却不容易做到 杨烈解释 以我的经验来说 日本人若要跟你交往 就不会随随便便 不会好像在玩一样 当时要见面很困难 热恋时一个月要往返好几次 而觉悟则是要摆平文化之间的差异 不是我顺着他 就是他顺着我 生活习惯与文化隔阂相处起来 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 杨烈表示 自己跟老婆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磨合好 夫妻俩刚结婚时 就常因观念落差起争执 以家菜为例 日本文化认为替人家菜很不礼貌 但在台湾却是好客的表现 很多东西人家帮他夹 他又不敢吃 很尴尬 我就会帮他吃掉结尾 不是我顺着他 就是他顺着我 另外 他也提到自己做出的改变 过去的他从来没有问好的习惯 但是自从跟太太结婚后 每次吃饭 晚上睡觉前 两人都会互相问候 杨烈腼腆地说 当感情升华为尊重和疼惜 再剧烈的争吵都能化解 杨烈爱狗如命 为了让爱犬有更宽敞的地方弯爽 2010年 他举家从台北天母搬到林口 和日籍老婆藤堂栗子 带着六只贵宾狗 一只藏狗 一只挤娃娃一家 坐拥116平豪宅 挡狗窝 外界以为日本有大男人主义 杨烈从妻子身上发现 日本也有大女人 妻子因个性内向 不善交际 多年来仅会几句简单的中文 杨烈也不勉强 平常两人以日文沟通 连家中的狗狗都只听日文 杨烈经常在戏中演商业富商 黑道枭雄 在家中的地位却很低 从家中摆设客看出 除了30瓶大阳台可以给狗狗玩耍外 家中一个大橱柜 还收藏许多精密的瓷器杯组 有象牙茶杯 日本大师限量品 还有老婆去各地旅游的战礼品 而杨烈到南非买回来的大象蜡烛真品 放在橱柜最上方 竟因太靠近暖气而融化 害她伤心好久 当然杨烈最感谢自己身患重症时 老婆无微不至地照顾 每年她都会带着太太回国跨年 那次却只能在医院过 她抱歉地跟太太说 明年如果我没走 一定陪你回日本 结果一向脾气好的老婆 听到这句触眉头的话 忍不住大发雷霆 怎么可以随便说这个 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 她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倒下 打起精神积极抗病 终于成功康复 杨烈婚后和老婆共同养育了一个女儿 2001年杨烈《睽萎Pub》演唱15年后 在3月26日应邀到台北神话演出 浑厚嗓音引起现场热烈的掌声 过去一直住在日本的妻女 也到场默默加油 阳刚味十足的杨烈 开心地搂着妻女 男眼温柔地说 当初我收入不稳定 又很少回家 但我太太没有半句艳言 真的很好 杨烈婚言有一阵子应酬多 经常和杨帆胡瓜 郑金一到酒店喝酒 老婆也会生气 但是两人理性沟通 她尤其感谢老婆一个人照顾女儿 参加学校家长会 帮她做了很多她做不到的事 当时腾堂立子和女儿正在学中文 两人以不太纯属的中文说 她很好 很体贴 非常好 杨烈的女儿名叫腾堂五子 虽然杨烈只有这个掌上明珠 但因为自己在娱乐圈打拼的特殊原因 始终没有时间好好陪伴她 从腾堂五子出生后 杨烈就忙于秀场跟演艺工作 她跟妈妈腾堂立子 则留在日本 等女儿大了点开始上学了 她学校有活动 杨烈几乎都无法参加 有一次小学运动会 杨烈说好的要去参加 却临时没去得了 气得女儿只跟妈妈腾堂立子说 我们搬家不要立这个人 还把杨烈的塑像丢在了水池里 让杨烈伤透了心 但也足以见得女儿有多失望 女儿腾堂五子 遗传了杨烈的脾气个性 从小对动物有爱心 有一天要去幼稚园上学 在路上看到垂死的小猫 她竟然直接逃课 把小猫带到家对面的庙里照顾 急死了所有人 都在担心她的安危 在幼稚园的时候 腾堂五子看到男生欺负女生 就主持正义 把男同学打到鼻青脸肿 让杨烈是哭笑不得 女儿爱当大姐头 讲义气 所以杨烈跟妻子 多次被老师叫到学校 处理他惹的事 当时杨烈带女儿回到台湾 去念了外国语学校 刚刚进入青春期的腾堂五子 因为两个好友吵架 他居然又动手打了其中一方 杨烈只好又到学校听讯 回到家 杨烈骂他 打人就是不对 更何况 爸爸又只能用破英语跟老师沟通 真的很丢脸眼 结果女儿回答杨烈说 爸爸你年轻的时候 不是也为朋友打打杀杀的吗 女儿的这番话 让杨烈顿时不知该 说什么才好 之后腾堂五子前往美国读书 在杨烈大肠癌疾病发时 并没有通知他 直到第二次开刀 才通知了女儿 结果腾堂五子生气地说 你们大人平常都把责任挂在嘴上 如果我因此见不到你 你要负这责任吗 在2018年4月 杨烈透露 女儿的终身大事是他最牵挂的事 希望能够看到女儿结婚 已经30岁了 不知道要怎么劝 其实腾堂五子一直都有追求者 杨烈很高兴 女儿终于长大了 优的是他如果嫁去国外 一家人又要面临分离 所以杨烈希望女儿结婚后 可以和女婿一直住在台湾 杨烈宁可他们啃老 也不要再忍受骨肉分离 当问起现在有遗憾时 杨烈知足地说 走到这个年纪 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也不能算是遗憾 对自己家里面有很多期许 早在2019年 导演离港首次监制舞台剧 时光的首相 我的阿爸和卡桑 首演后好评不断 离港过去曾以纪录片 阿赵雾风云 诉说雾风林家与台湾史 而他说这部舞台剧 讲述基隆岩家的故事 演出手法紧凑 剧情张立强 两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时间 会很有电影感 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敬请期待 当时因为疫情的影响 该剧两度骑射后又喊停 在2022年4月便定下 要在2022年7月将要重新开演 演员大酒保马李子 杨烈和新加入的方文林和殷山征岩都很兴奋 杨烈和方文林早年前合作过作品 两人还是饰演的夫妻 这一次同样在剧中还是饰演一对夫妻 方文林说 这回和杨烈在剧中再续夫妻缘 特别有默契 也很安心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7月份杨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精彩的表演吧 祝他演出一切顺利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